如果你是一個剛剛學煮東西的人 有時你會怕煮東西 開火怎麼辦呢 看看火在哪裏 是在這個盤裏還是在外面 多數在這個盤裏 倒了一些酒 第一件事 有火 保持鎮定 先想想 除非是超高熱的 一般的火 需要很多氧氣 沒有Oxygen 就馬上關掉了 馬上 這裡正在著火 火燒了上來 用蓋子 一蓋子 幾秒鐘就關掉了 OK 好了 如果這個方法不行 譬如它是不知做什麼鍋爐 壞了電 有些火燒出來 你就嘗試關掉這個鍋 關掉火燒 看看行不行 不行 這時候你應該想起 我住在這個地方 整個部份的 力量 主要轉移在哪裏 好似我們家裏的 就是在白色的內裏 有一個鍋 一拍了它 我們現在去看看 任何居住的部份 要知道這個鍋 這個鍋 在哪裏 這裏有很多鍋 有一個是 Basement的 Kitchen 這裏 Basement的Stove 你可以關掉它 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誰 那你就 整個Switch 總鍋 一關這個 整個房子 就馬上沒有電 因為這個 這個Panel 就是街上 有一條 Main的Power cable 進來 經過這個Main Switch 這個Main Switch 一關 全家都沒有電 如果你和別人一起住 你不想嚇壞其他人 而你又知道 哪個是那個爐 的話 例如這個 Basement Stove 你不想嚇壞其他人 那裏就沒有電 OK 好 謝謝 那裏 蓋子 不行 你覺得是電的 可以關掉爐 關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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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现在讲完 记住 煮东西有电有油 不要用水去救火 越整越坏 十次有九次 如果你正在煲东西起火 你一盖上去就立即没有火 有时候在外国 英国有些轻有桶沙 每一层桶沙倒进去 因为没有水 就会关火 但是你接着要很长时间 所以盖上盖就要 接着试一下关火 关火 关火 都不行 就用灭火筒 OK